今早大约七点半 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突然天摇地动 除了闭路电视画面 从鱼缸的水剧烈摇晃 也能感受到地震威力 这场地震持续大约20秒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地震规模达6.6级 镇阳位于新疆金河县 当地有14万人口居住 上百所老房子在地震中被毁 超过30个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就在新疆地震前十多个小时 2000公里外的四川 昨晚9点19分也发生地震 规模高达7级 镇阳是以山水著名的九寨沟 阳市记者天亮之后挺进灾区 山区土石崩塌 不仅路面上满是被砸毁的轿车 更有许多建筑物被毁 灾情相当惨重 虽然有3万名游客顺利逃出灾区 但机场同样受到地震影响 虽然还可以勉强运作 但许多航班延误 上百人被迫滞留机场 现在应该是没有 除了飞机的方法 应该别的 应该没有什么方法 要不就是外面打那种出租车 要价挺高的 而且特别不安全 它要走冒险 冒险那边前两天 就是踏坊了 然后我们取消的行程 地震的威力从空拍画面更可以明显看到 原本翠绿的山头因为大面积土石崩塌 变成了土黄色 当局统计灾区目前恐怕还有上万人受困 如于道路中断 酒店也坍塌 无法住人 许多无法逃出灾区的游客 只能席地而坐 等待救援 气温入夜之后将下降到10摄氏度 灾民的处境令人担忧 NTV7综合报道